上班时间路上车辆相当多 一个黑影突然闪过 骑士刹车不及摔倒在地 再看一次 竟然是一名富人站在马路中央 前方机车紧急刹车 但后方骑士刹不住 惨衰跌倒 当时富人坐在机车的后座 但他的手机突然掉了下来 这个时候他想要下车伸手去捡 但那个时候突然亮起绿灯 一群车子往他冲了过去 他站在马路中间左右为难 这起车祸发生在27号早上7点多 台北市中校东路往101方向 刚好是上班尖峰时间 52岁的林姓富人 站在马路中央捡手机 没想到后方18岁丁姓骑士 闪避不及 紧急刹车惨衰 全身擦错伤 很危险可能停到路边 然后看路况好的话 再挡下去想办法捡 相当危险了 对 毕竟可能会被撞 我觉得我应该会紧急刹车吧 如果可以闪的话我就会闪 回到现场 中校东路上下班时间 骑机车相当多 富人冲进车阵旧手机 害后方骑士闪不过惨衰 这回任意闯越马路 不仅要付300块的罚环 还得赔偿骑士 就以雨车损费用 这是阿公养麦 李杰 台北报道 12月28日起 中天综合台 黄金九点 让爱飞扬